华联台铁外包商首度与农民合作 一同在玉旅镇绿油油的稻田中 创作台铁logo的稻田彩绘 搭配一旁客程铁桥 成为玉旅最新的打卡景点 绿油油的稻田映入眼帘一个大大的台铁logo 旁边还有火车呼啸而过 从高空用空拍机俯瞰更是壮观 这美丽的场景就在玉旅客程铁桥 吸引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台铁表示列车不仅是单纯的运具 透过转型结合地方打造新玩法 除了眼球经济 实质串联地方带动另一波观光热潮 也为七月中夏宝岛耗暖身 玉旅的客程桥一直是民众拍照 拍火车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点 那像仲夏宝岛号 每年的这个开行的时候 都聚集很多的这个民众在那边拍照 稻田创作的logo在客程铁桥旁约0.5公顷的农地 是台铁外包商首度与农民合作 一同创作的稻田彩绘 台铁外包的清洁公司老板是玉旅人 去年918大地震重创花东铁路 希望用logo让大家知道 台铁是唯一一条运送花东子地 以及游客安全的路 加上我是玉旅人呢 我觉得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logo 让我们所有的花东子地 或是各个国家 各个乡镇的人来花东玩的时候 可以看到铁路局这条路 串起大家多少的感情 两座拱形红色铁桥 在纵谷的蓝天白云 翠绿或金黄豆田搭配下 形成迷人的风景 是铁道迷、摄影家及观光客 造访的达卡绿游景点 台铁表示即日起至6月中旬 稻米收割前都还有机会看到 民众不妨趁着假日 也来一堵这美丽的风景 记者高双双玉旅正采访报道